很多人都以为康有为是个道德高尚的人 其实他有很多龌龊不堪的事 不足为外人道 而小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这是康有为政治主张中的人种改良计划 大家都知道 由于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不同 所以形成了很多不同的族群 如果单从肤色上划分的话 可以分为黄种人 白种人 黑种人 和宗种人四大类 其实 不管是何种人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但康有为却将白种人定位为了上种人 黄种人最知 宗种人第三 黑种人最低贱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指出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巨乱世 必须要向已进入生平式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看齐 最后才能进入太平式 其大同世界 而他的大同书共30卷 约20万字 又可以分为十部 其中第一部 去种界同人类 并是所谓的人种改良计划 按康有为的设想 全世界的人种都应该改造为白色人种 而改造白色人种最为容易的便是黄种人 他认为黄种人改造成白种人 主要从两方面着手 即引进来和走出去 所谓引进来就是从西方引入大批的白种女人 让他们为中国人生儿育女改良基因 而走出去则是鼓励中国男子去欧美等地务工 与当地女子生育后代后将孩子带回国内 按照他的设想 如果两种战略同时实施 那只需一百年 中国便可以完成人种改良计划 当然 康有为也很博爱 除了考虑中国外 他还替宗种人和黑种人也做了打算 他认为将宗种人直接改造成白人的难度有点大 所以需要先将他们移居到北方寒冷地带 改变他们的饮食 将他们改造为黄种人 然后再按照之前黄种人的改造计划 将宗种人彻底变成白种人 而时间大概在300至500年 八字算命书 雅成八字命令 是基于生辰八字推算的一门占卜书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字命令 二十余年的道长 擅长八字算命 居家风水库局 临土法事 道长微信 2088-2988 不得不说 康有为实在是太疯狂了 也终是因为他的想法过于不替实际 所以最终才导致他一败涂地 没有做出太大的功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 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